嗨 大家好 我是豬子麻 那這個系列的現實教學 今天介紹的是澱粉類的製作 那今天要準備的是南瓜五穀飯 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五穀飯的製備是白米跟五穀米一比一 南瓜一顆去地頭不用削皮洗淨 去紙切塊就可以囉 直接鋪在米上一起進電鍋蒸 蒸熟之後攪拌讓五穀飯跟南瓜混合均勻 之後就可以開始分裝囉 分裝盒是使用Richard 50cc的分裝盒 肚子一餐的澱粉量控制在30克到40克之間 我會依據它的體重做調整 那基本上都是在35克上下 分裝完成之後就可以進冷凍庫冷凍囉 剩下的飯呢我會用保鮮膜包好做成一個飯磚一起冷凍 等分裝盒吃完之後再把飯磚拿出來退冰 分裝到分裝盒裡就可以囉 好的以上就是南瓜飯的製備是不是非常簡單呢 其實呢人也可以吃喔 就有的時候我會多煮一點肚子會半分 剩下的就是當做肚子的飯 那之後還會有蔬菜類以及肉類的製備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 掰掰 掰掰 嗨我是肚子狼 這個是肚子 肚子 肚子